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一到这个他过他生二十六号 今天好 那时候在府邮街太冷了 但是呢又非常激动 那手动得 动得滴溜滴溜 那时候没有什么免手套 动得滴溜滴溜了 在这个在这个中南海的西门上 他那个那个大桌子 长桌子 一米宽两米长 然后马一溜上那铺上红布 府邮街小学 那时候府邮街小学 什么上的幼儿园 光明幼儿园 府邮街幼儿园 去给毛主席献礼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是晚上献礼 我印象中 我现在脑海里还记得是晚上 那放的大红花 去献礼能献啥 小孩那时候连饭都没有 献大红花 什么自己写的那个保证书 自己那时候就写的那个 写的什么总结什么 是这个东西 我现在个人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记忆 而且蛮激动的 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的 你要能被幼儿园班里头选成代表的话 那是你至高的荣耀 今天 在少山 给毛泽东进乡了 你说这叫愚昧呢 你说还是叫疯狂 还是叫科学 人民的大救星 我提到到底这是叫愚昧 还是很现代 还是很真实 还是很科学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叫什么都可以 他反映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被共产党遭到之后的人 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 他的表象 他绝不是一个两个 他有相当大的成分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跟习近平自己是一样的 自己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异类的人群 异类的国度 如果你把他叫国度的话 这是一个完全异类的 完全一种不正常的 其实他会出现 随时会出现那种崩盘崩溃的 在我眼睛里会出现崩盘崩溃的 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反 就是同样跟毛泽东有关的啊 这是我们在推特上看到的 上这段视频的人说 请了这个特型演员 扮演毛泽东的人 说原因呢 可能现在电影不太好拍 特型演员也挣不着钱了 结果这个请他的人 给他钱吧 让他干嘛 让他给 给父母上坟 说父母当年呢 被毛泽东给害死了 啊 咱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啊 三反五反 反正给害死了 所以找毛泽东向他磕头 给父母磕头 还挣点钱 这是刚刚传上来 就在毛泽东的生日这天 26号 也是今天传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 原来最原始的上传那部分 没了 原来最上传 那个 我不知道是推特要求给删了还是怎么样 下面是跟贴的 他解释就这么解释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民间现实环境中的真正的对立跟反应 中国的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相当 相当滑稽 相当动荡的这么一个场面 我相信所有朋友会看着 认为这个会 很有趣 就是说 很感慨 这是一个疯子的社会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原意就是这么写的 认为这个特性演员 估计日子不好过 然后就就跟上这 下面就有很诸多的更贴 呃 说什么的都有 对吧 也不知道欠了多少 得这么做 挑大神的 反正什么样的嘲讽都有 那在嘲讽当中 有人跟着这么一个贴的 这个 这个咱早就看过 确实没想到 这是早看过 卖包子的 那个人长得完全跟习近平一样 你可以看到他的动作 咱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他的动作 他的体型 他的身体语言 基本上是跟 还握手啊 跟这个 跟习近平一样 那我不知道这个视频 这视频是原来出来的 这视频现在出来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握一下手 哦 这个就比较去了 握一下手 太 太给力了 那我想 从他的装饰的环境来讲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向北方的 应该是向北方的 那我会把这期节目本身呢 我把它 掐出一张照片来当成片头了 既是荒唐又是荒谬 那同时感受到 关键是这个国家的不正常 这个国家的不正常 这是这种瓶子 实验室也好 有一些做餐馆的 其实也用这种瓶子 他叫习近瓶 这是细的 有一人在这个叫什么 知了那个网站里就发说 如何清洗习近平 呃 结果被知了 这个是叫知了 可能是国内的网站了 就给疯了 说做实验的时候老是洗不干净 怎么洗 人们就教他办法 结果再教着教着 啊 知乎不是知了 知乎的管理员说很抱歉 你的回答受到了牵连 知乎不允许发布 违反互联网相关的法律规矩 呃 如何彻底清洗习近平 习近平 是习近平 习近平 跟习近平 带了口音了 陕西人说话 就给说成习近平了 所以就被扣了 那这就成为这个相关的笑 笑话 最新的敏感词 习近平 呃 内容我个人觉得 没什么可讲的了 在知乎 呃 有人从事化工研究 化工研究的人提到怎么洗 然后就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呃 有人说用用用这个香蕉瓣去捅 呃 反正那洗醋瓶子洗这瓶那瓶子 那时候我也洗过小时候 那瓶子之前呀 先加水不要浑油甲烷 然后 反正就怎么震荡一番 震荡一番 像狂风暴雨般一样 就把习近习近平 习近平就给洗了 那这个放在一起 这事就不好办了 就违反了 呃 随后有人说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呃 然后回答人接到了警告 受到了牵连 所以就被就被给弄掉了 那配配的概念就这么概念 发文者已经被清洗 台湾人 发文者已经被清洗 那网民们准备被查水表 回文者一定要思想被清洗 中国人真的很有创意 习近平小熊维尼 喝不到二 笑到肚子疼 香音珍重 送到新疆慢慢洗 呃 喝汤差点喷到对面 回答内容其实很歪吧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找之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结果在中国成为了问题 那他表现出今天习近平的脆弱 习近平的脆弱 中国共产党脆弱 这种不堪一击 就是说他已经不不仅仅叫不堪一击了 就是说他自己会把自己给吓到的 呃 已经不是一个 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 他已经不适合在人的普通的环境中 简单的生活 就是人的一个普通的社会的环境的一个正常 简单的生活 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命的安全 呃 所以反过来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那个视频就 我觉得就蛮有趣了 那爷们怎么办 原来呢 习近平最开始出事的时候是个修车的 现在出现一个卖包子的 所以在毛泽东的生日的 这明淡的日子里 回扣看习近平卖包子 呃 我相信朋友 我能想到就是感慨 这个被称为国度的这么一个政权 这么一个环境 已经荒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人的文化 人的知识 已经无法包容这一份 呃 这一份荒谬了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